对,刚出来不适应很正常,接奶奶一起去过来做,要不要把奶奶接过来一起做 可以啊,想不想,可以,但是我估计奶奶应该不适应起你的生活 为啥不适应呢,把她带到外面去啊,晚上是不是跳跳广场舞,这不好吗 对不对,其实可以啊,其实可以啊 对,那奶奶肯定她不会愿意来的 你们结婚在成都,我来参加婚礼 如果说我正在成都结婚,我们俩结婚,我相信有很多粉丝都来参加婚礼 很多,我相信,酒店费用多,不贵,这个酒店不贵,这个酒店不贵啊 对吧,哦对,以后上班了没人照顾,也没人照顾 工作了也没人照顾,直接闪婚了吧,把我急的,天天睡不着觉 给我笑的,天天他们就是,动不动就是你们赶快结婚 你们每天你们不结婚,我急的我都睡不着了 天天就这样结婚,我找个这个,我们两个一起坐在这儿聊聊天 嗯,我找个啥,放一下手机 你帮我把那个上面,那上面有那个,我把它拿着我们就放放手机啊 拿个重一点的,然后你坐过来吧 啊,我结婚我不可能在成,不可能在成都结婚 哎呀,这边光线不咋,不咋好啊,我结婚也是应该在重庆结婚啊 这边更黑,等一下我弄一下灯啊,我弄一下灯,这里灯有点,有点暗 成都有风华,成都没有,成,重庆有,重庆有 呃,有位 嗯,这个方 对,像 现在能看到吧,现在能看到吧 哎,那住在一起,还不行啊,住在一起还不行,家人们,住在一起还不行 啊 看得到是吧,现在看得到,对,呃,我 能看到是吧,香香香,还没到重庆,我们现在成都啊,在成都 工作,我工作一直在成都 所以说很少回重庆,如果说 回重庆的话,就可以在自己家里面住 啊,就是没没没回,没回重庆 啊,就没回重庆 对吧 实话实话可以住在一起,他们说让我们住在一起 怎么住在一起啊,不行啊 问他,你们问他的意见,啊,问他的意见 这是租一套房子吗 可以,就是,一人一个房间 呃,也行,就一套房子,比如我们一人一个房间 是不是 但是,阿浩看起来好小,我不小了,我二十六了 二十六了,啊,他们都说可以的,都什么年代了 可以吗,你们觉得可以吗 要问你自己觉得可以吗,他们肯定说可以 我不知道耶,是吧 我不知道 可以是吧,你看都说可以,都说可以 但是他说必须可以 但是我觉得有点不,不是很方便吧 有啥不方便的 嗯,有点,感觉有点不那个 哈哈哈哈 可以是吧,都说可以,看看 先同居,后准备结婚 那不行 对吧 住个,住个几次的 就咱一人一个房间就行 我不是说我们两个睡在一张床 我的意思是咱一人一个房间 你别想多了 啊 我妈她说不能跟别人在那里住 你给我笑的,她说她妈说不能跟别人 她会骂我的 那一人一个房间都不行吧 啊,她会骂我的 那那那那跟那个酒店,酒店也是一人一个房间啊 对不对,家人们 对吧 不可以,他们也说 他们也有人说不可以 我妈要骂我 太听话了 你们感情特别好,可以算计 那你觉得,哎,算了,算了,算了 他自己是觉得那个啥 对,要矜持点 你看,还是有人帮你说话 还是有人 但有些人他就帮我说话 就觉得啥 都啥年代了啊 住在一起又怎么样 但是也有人说 就是说 咱们女孩子要矜持点 不要啥,啥,啥 就听信男人的说啥话 对女孩子要有自己的思想 不要男孩子说啥就啥 对不对 啊 他们还有人说 我看到有的人 他说你爸咋和你妈在一起的 你太搞笑了 他们说吧 先搞一场表白 对 这个才是真的啊 不急啊 他们 你们一说话太搞笑 有些说你爸和你妈怎么在一起的 那不是慢慢来的吗 对吧 先办正 住一个房 一人一个房间 一人一个房间 应该可以啊 就比如说一套房子 他有三个房间 两个房间 三个房间的那种 就然后就说一人一个房间 对吧 可以的吧 啊 开玩笑 决定了未来 对对对对对 啊 这样子也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就一套房 你一个房间 我一个房间的相互造影 是吧 可以的是吧 你看他们都说可以 啊 现在你俩是最深深挖的最 我看着我看着你们 我看着我看着你们的评论 我真的 我真的啊 心里个鬼招了头子 你看他们这个这个还是我五级粉丝灯牌 我一栋哥 他动不动的心里个鬼里个招了 头子坏的很 是吧 来没加粉丝灯牌 咱们加个粉丝灯牌啊 没加粉丝灯牌加个粉丝灯牌 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大家放心啊 大家放心啊 咱没那么那个啥啊 动不动就就就注意起了 那那那那成啥了 对吧 那成啥了 对吧 对 谢谢大家啊 没点关注给我点点关注啊 谢谢你们啊 你们一个个坏的很啊 对我肯定的 我我我就一直很尊重他的想法的 我一直很尊重他的想法的 大家放心啊 还有就是像大家说的 对的 要对自己负责任 女孩子嘛 对自己也负责任 这是实话 对吧 住在一起是好事 现在开放了啊 我觉得吧 咱就不讲这个两性话题了 家长们这个有点 有点有点那个 啊 咱们现在是公共场合啊 公共场合 谢谢大家粉丝灯牌 谢谢啊 你们都是老六 给我笑的 给我笑的 11号去领证 对 浩哥我在重庆 你在重庆吗 过两天 要不要 我看 算了 先上车后面表情 别别那样说啊 我知道我知道 行行行行 我知道 我下午的话 带他出去逛逛嘛 家长们 我下午的话 带他们出去过 带他出去逛逛嘛 行吧 行不行家长们啊 下午带他出去逛逛 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 谢谢小子别乱来 兄弟肯定不会乱来的 你们监督我啊 我肯定不会乱来的啊 放心好了啊 放心好了 你先在哪家吗 现在在大城市啊 现在大城市啊 在成都啊 在成都啊 有一个直播的妹子叫嘉威 他妈妈说不能和男子亲亲了就 我原来跟他说的牵手牵手 像上回我们直播间说的啥 牵个手就就就就会那啥啊 牵个手就会那啥啊 手都不能牵啊 一牵个手就就就就那啥了 知道吧 下午开直播 下午空了就开直播啊 如果说等一下我们去动物园或干啥 我到时候就给大家开直播啊 嗯 对吧 9月29去里在长城就就白带乱了 现在公司们 没有我们现在在那个 在这里先聊会天 我心里个鬼 他们都说了 他牵一下手就那啥 牵一下手就干嘛 你懂 就会 那我们就会就会 那我们不能牵手 你你懂吗 这这你懂吗 这是干嘛 这一牵手就这个 牵手了就 骗人吧 啊对吧 你问他们吧 真的他们没骗你 不可能不 两个手而已 那你牵着他还背着他 那不是 不可能吗 啊 好像是的啊 好像是的 牵一下手就会 啊 对不对 订婚了告诉我们 好好好 如果说真的订婚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啊 感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大家 要尊重新月的想法 我很尊重他的 真的家人们啊 我很尊重他 你在扶弄小孩子 老是扶佑人家女孩子 我怕的 我看他信不信 我看他信不信啊 我看他信不信啊 你给大家聊聊天嘛 你你多数说说话 对吧 家人们他就是不爱说话 你们发现没有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新月的话就是 不喜欢说话 你们多跟他说说话 多跟他说说话 是吧 对 新月 对啊 怎么可能嘛 我才不相信 那个时候见了 的样子 对吧 真的 对 新月 新月 新月不怎么说话 家人们大家开导开导他 就是多让他多多说说话 活跃一点 老师的女孩子 老师的女孩子不好吗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比以前话 还是说的蛮多的了 因为天天跟着浩哥待在一块 天天嘻嘻哈哈的 嗯 一进一栋好配 对我就属于那种 很很活跃的那种 有没有发现 我就属于很活跃的 他就属于就是 不爱说话 就有点 如果我也跟你一样 那我们两个天天 是不是就是 其实也行 新月是太单纯了 有点寒厚 嗯 那你开个房子 为什么不两个 两个这个床不够大 啊 床不够大 所以说那个啥 多学学我 多学学我就是 对吧 嗯 不能封闭啊 不能封闭 对吧 慢慢来吧 慢慢来 爱一个人 对 他是挺 每次有什么事情都会 尊重我的意见 然后都会问我 就是我 我同意了 然后他那个不会说其他的 嗯 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很合适 但是 应该不属于是外向吧 啊 可能他是不熟啊 不熟啊 对熟的话 我没有啊 就是我 下面 我跟你话还是挺挺多的吧 我感觉 嗯 不然他确诊了 他确诊了 祝你们早上柜子 你看 哈哈 只能说如果真的 真的有缘分 我们走到那一天的话 肯定 特别的那个 对我给大家聊聊天 咱们聊到12点40啊 家伙们 聊到12点40 然后我就带他出去 带他出去 我看是去动物园还是去哪里啊 然后等下出去的话 我再给大家 开直播 然后等下拍个视频啊 我们 记录的什么生活 我都拍给大家啊 家伙们 嗯 人家都说让你少抽一点smoking 好好好 香香香 是 嗯 对 你们吃我的娘家人 你每次 我看你每次都帮我说话 就是 特别的好 真的 对我特别的好 哇 好多人关注了你 谢谢 谢谢大家感谢 还是你说话管用 嗯 是吧 对啊 还是你说话管用 那没有点关注的 咱们记得点个小关注 谢谢你们 嗯 支持浩哥和新月 祝你们 那个天天开心 和家欢乐 嗯 全部全部给我们点点点那个啊 谢谢 谢谢 在这上班吧 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不 找不到什么 那个我很多东西我不会 哎呀 你先学先慢慢学先慢慢学 对吧 嗯 不急慢慢学 是不是家人们 啊 他是刚开始出来 可能啥都不会 慢慢学呗 这有啥不会的呢 对吧 有的是时间 对吧 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时间最多 是不是 嗯 我到时候教你嘛 其实大城市感觉 挺好 是挺好的 只是 自己有点不习惯 我感觉 自己有点不习惯 嗯 没啥不习惯的 慢慢慢慢就习惯了 这有啥呢 我觉得这地方人好多呀 嗯 起码家人们拿着这样子 你新月你把你的手机拿过来 把你的手机拿过来 让他们给一点点关注 啊 大家给新月点点关注 他平时比如说到时候 他一个人在家 无聊开直播 大家都陪他聊聊天 啊 就陪他聊聊天 啊 没给新月点关注的 给他点一点 我连个卖吗 还是你开一下 啊 行吗 可以吧 对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他刚开始 肯定是不习惯的 那我来我来弄吧 那我用你这个开吧 然后我们聊一下天啊 嗯 我们一起 啊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对 知道 都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娘家人 你们都把我当成你的女 对 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特别的好 等我把那个关一下 等一下我把声音关一下 对 旁边这个就是新月 你拿着这个吧 你拿这个 我拿这个 啊 嗯 旁边就是新月啊 咱们给新月点关注 给新月点点关注啊 给新月点点关注 对 旁边那个这个账号的话 就是新月的啊 我给他弄的啊 我给他做了一个账号 然后大家没关注的 关注一下新月啊 然后咱们在新月的号上去聊天 好不好 欢迎你们 欢迎哥哥姐姐叔叔 爱你们 对 咱们在新月的号上去那个啊 我就在外面去啊 我在外面去 应该不会 我就在这边 这边阳台啊 我在我在阳台 我在阳台 坐着 我多大了 我那个 我97年的你们算一下我多大了 我97年的你们算一下我今年有多大了 啊 对咱们去新月那边啊 家里面啊 呃 没给新月点关注给给新月点点关注啊 谢谢大家感谢啊 24 24 97 不止24吧 97 怎么24了 26了 啊 我8月 我生日也快到了 我生日也快到了 我是农历 农历8月20的 有儿子是一年的 对差不多2626 26 2626 26还没满 我是农历8月20满26岁 对农历 农历农历的啊 比我女儿大一岁 已经关注了 谢谢谢谢大家 对咱们去新月直播间啊 去新月直播间啊 对25周岁26 呃 也快了吧 也快马上26满26了 马上26了 呃 还有一个月吧 可能还有一个月啊 就过26岁生日了啊 就正式的步入27了啊 你跟我女儿一点 比我女儿还小两个月是吧 欢迎雨后节欢迎大家 对旁边就是新月 咱们去新月直播间啊 啊 没给新月点关注给新月点个关注 去新月直播间 然后我这个号我就关了 啊 9797 97年的我97年的97年8月20号 97年8月20号 97年8月20号 农历8月20号 英语的话我不知道是几月几号 对 没给我点关注给我也点个关注啊 谢谢大家啊 中午好以后中午好中午好 怎么过去 就点一下他这旁边这个直播间 就可以过去了 你们点一下旁边直播间就可以过去了 对 谢谢大家感谢啊 对咱们在两个同岁吗 说个没有他他比我小 啊 他是99年的 新月99年的 99年的 比我小两岁 啊我比较大两岁 大两岁 对 对我97的 对咱们去新月直播间 去新月直播间啊 他在他在那边 那边 不啊 对咱们去新月直播间去新月直播间啊 然后我就关了啊 啊 咱们点一下旁边就可以过去了 点一下旁边就可以过去了 然后我就我就下了啊 我就下了 他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城市来完全就是另一种 另一种风格了 啊 不给你点关注给新月点了 好要的言语 没事没事啊 不用给我点也行 给新月点就行了啊 开心 好了那我就下了啊 等一下我就 然后你们聊聊个十分钟 等一下我就带新月出去逛逛街 然后去玩一下啊 弄不来呀 就点旁边 点旁边这个头像点新月就行了 点新月这个人就行了 啊 好了 大家们那我就下了啊 拜拜拜拜 拜拜 每点关注给我留个关注 拜拜 拜拜